三名少年今凌晨2点多还在复合式吊霞场的包厢内饮酒作乐 遭店家劝离却引爆冲突 记者林博华凡社分享 高雄凤山区匹顶接一间吊霞场复合式KTV爆冲突 警方初步调查 原以为是今天凌晨诚信员工送餐 发现有位成年劝说离去引发不满 经突破他的心房 陈坦诚要找包厢内一名张姓少女遭其他少年呛声 陈赶紧找隔壁包厢有人助阵 才引发护殴砍 造成四人见血挂彩凤衣 警方调查 凌晨2点40分许 陈清员工35岁送餐点进入B11包厢 疑似发现自己有意追求的张姓少女要求一起离去 但张女不愿 其他少年挺身呛声 他敌不过对方便向隔壁B13包厢的朋友求援 陈清员工带了数人住在包厢外走廊 与张姓17岁 杨姓17岁 乌姓17岁 少年发生冲突 共十多人大乱斗 据称当场直接拿玻璃酒瓶乱砸 甚至有人吃刀灰砍 凤山分橘皮 顶锁本警方或报组快打部队赶底赶紧分开双方 地上流不少血迹 现场陈清员工有脸肆裂伤 阳姓少年右肩手撕裂伤 乌镜少年脚踝割伤 张姓少年后脑撕裂伤 经消防队送衣 陈清员工笔录时 一开始公称 应看到未成年 劝说警察经常来领检 店家可能受罚 引罚少年不满 在警方深入追问之下 陈才坦诚是为了找一名张姓少女出来 遭到同包厢内其他少年不满阻止 他赶紧找有人助阵 陈清员工对警表示要对张杨提告伤害 至于张姓 杨姓 乌姓少年尚未做笔录 不过有人指控拿刀 警方表示 若有查获 全案将依杀人为罪罪侦办 加上店家深夜 纵容未成年 没直接通报警方 人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七十七条 对店家裁罚 可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乌镜少年又脚受伤 记者林伯华反射 分享 阳姓少年 左手受伤 记者林伯华反射 分享 包厢外走廊 地板流有血迹 记者林伯华反射 分享 称姓员工遭打伤 记者林伯华反射 分享 张姓少年头部受伤 记者林伯华反射 分享